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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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过去式的 前三集所有的戏都是这种 眼镜刚破的很长 让观众看你平静了 比如说你就是个流量 那是全国观众给你定义的 但不代表他做了这个事情 就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来来来来 装台装台越来越好 人只要活着就会演戏 对 我们每天都在演戏 董哥 你这个视频拿到多久了 如果我们都不在一起 我们现在肯定比你这个人要 OK 停 他非常懂戏 懂戏的人一定懂人 表演就是个暴露的过程 就像做导演 导演一定是要暴露的 快点就快了 太脱了 太脱了 人们小心穿 演员最讨厌的应该就是怕被定义 让别人说你就是个派选人 你知道吗 你唯一把这个定义打破的 那就是你利用反向思维 把一些事情做出来 往后 往后 继续在往后 OK 往左摇 OK 就这儿 就这儿啊 拍完之后 我们拍摄的风格就不那么大晃 我只要的一选手 这场是乔欣 和歌坊这话说的绝对吗 人喜欢所有的风格 科幻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一下 我们每个人面的时间 其实都是有点在这儿的好意思 利用了科幻的这个东西感受一下 就是时间过去就过去了 实际上你把握的只能是现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